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就是离婚之后 有点孤单 身为一个就是我们软体开发商 我自己要亲自下去测试各种的加油软体 疗愈情商我希望转移一些焦点 多交一点朋友 想找稳定的对象 to talk to a lot of different women 不要成零就好了 我这种成熟一些的男生 通常都不涉陷 性别我不会设定啦 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交朋友 大概小我20岁 有点妇女恋这样子 自己做的这个加油软体的客群 我们是锁定在所谓的第二村 二十至三十之间的男孩子 通常的关系 感觉对 就是把握及时 把握当下 这是要怎么算 明确直男想被吹啊 看就是腹肌有没有人余线 穿的人模人样 就不能那种裸上半身啊 或者是一直秀腹肌 发型一定要干净利落 正面的那种清楚的脸帐 给约吗 在干嘛 你怎么都不理我 你可以接受我有老婆吗 主动就跟我说 她是从事性交易的 不喜欢从性出发 只要是我想知道的 我就不会觉得她有什么NG 如果要约的话 应该还要做一些安全措施 台湾买不到我的这个 size 两到三个月 两个小时以后就见面 就啪啪啪这样子 一个月 半小时就可以见面了 一个礼拜 20分钟 有一天 两天 一个礼拜 穿下体的照片 他点了大概四杯Shark 然后后来他只喝一杯 后面那三杯一喝 我整个瘫 还没有遇到那种很奇怪的经历 回家的那个时候 当下很清楚的告诉我说 他不会对我做出任何事情 但是隔天早上就是 什么事都做了 他是一个人夫 配家的价码是一万块一个晚上 一个帅哥 但是我发现 就是他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原来他有吸毒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就马上跟他再见 拜拜 要我的袜子啊 内裤 上网肉搜我的个人资讯 然后亲自做了一张 就是手制的卡片 写了一大堆就是 我没有透露得非常清楚的资讯 长得超帅 然后又很高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男生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就约出去 谁知道约出去 他长得像马就算了 然后他居然还嫌我长得很矮 我不会去隐瞒这个部分 有离过婚 那目前现在就是一个人这样 有被照片的经验 他跟照片上完全不一样 他还就是 很快就设了 他在软体上面都显得很绅士很正派 然后有一天他就约我到他的宿舍去打游戏 然后结果打大半他就开始对我猫手猫脚 需要我去操作ATM 买点数汇款 我汇了10万元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都来不及了 问问题越少的交友软体 会越容易有诈骗集团入侵 我有朋友就是很衰 他很喜欢在交友软体上面花钱 然后他每次花钱就是为了解锁更帅的男生 就谁知道每次一月出去都超丑的那种 看到一个30岁跟我约在捡运站见面 然后他直接给我车牌号码 我一上车就看到是 60岁的阿伯 外国人 香港人 大陆人 千万不要碰 98%都是诈骗 我认为她从新加坡 问我钱 或问我投入她的商业 有一次我朋友就跟我说 既然你的外型看起来像30岁 你就把年龄调低一下 所以当时我就把年龄调低了大概15岁左右 我交友软体已经删光了 对 因为定下来了 老婆爱你 没有真爱 都是一堆照片 多观察多人事 相信有 因为我身边的案例就有 我相信交友软体是有真爱的 我跟我男朋友们就是在软体上面 就是聊天然后很自然的在一起 我不认为 因为 现在有些女孩 有些女孩 有些人想跟我聊天 因为他们想学习英语 但这也不认为他们想要有 一个外男朋友 他们只想说英语 蛮讨厌被别人说是重量的 就我喜欢一个人 是因为他的个性 他的人品 不是因为他的国际 我认为交友软体还是有真爱 只是 爱要耐心等待 我在交友软体上面 也认识我的另一半 我们在一个月前结婚 戒指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你还是要幸福 ugh invite 都会有人争训 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you hearts 嗚嗚